因为丈夫不告而别离家出走 他决定抛弃自己的两个女儿 他把女儿从首尔带到一个偏僻小镇 找到了住在这里的小姑子 在离开前 他把一个存钱罐递给两个女儿 他对女儿说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离开的原因是他要去找孩子的父亲 他让女儿乖乖听姑姑的话 让女儿在罐子里存硬币 当存钱罐里存满硬币时 他就会回来接女儿离开 第二天清早 大女儿小珍看到了准备离开的妈妈 当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小珍终于没忍住冲了出去 姐妹两人冲到屋外 但此时外面已经没有了妈妈的身影 他们跑到一个土坡上 看到了正在上车的妈妈 或许是因为离得太远 也或许是妈妈假装没听见 直到公交车开走 妈妈也没有回头看她们一眼 当天晚上姑姑给他们做好了晚饭 伤心的小珍没心情吃饭 只有四岁的妹妹小冰吃得津津有味 看到小珍不吃饭 姑姑没有哄她也没有惯着她 姑姑说既然不想吃饭 那你就回房睡觉别吃了 第二天早上 姑姑就招呼两姐妹做家务活 姑姑让小冰去邻居家讨盐 让小珍自己洗他们昨天换下的衣服 姑姑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 开的一家小店也倒闭了 所以三个人每一顿的食物 都是一碗汤和几块煎饼 感激时他们想吃蛋糕 姑姑却让他们以后找自己的妈妈买 然而离开蛋糕店后 姑姑就去了一家餐馆 姑姑点了烧酒和炒菜 一边喝着酒一边抱怨着这年头生意难做 喝醉的姑姑睡了一下午 直到晚上也没有醒过来 没吃晚饭的他们只能在家翻找 寻找着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 但是小珍找了很久 最终只找到半碗剩饭 小珍和小冰虽然年幼 但也能感知到人情的冷暖 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去土坡上眺望 期待着在那里能看到妈妈归来的身影 小冰找来了一根枯树枝 他们把树枝种在了土坡上 他们心里想着 等到树枝发芽 或许妈妈就会回来了 在那之后 小珍开始习惯每天帮姑姑做家务的生活 因为姑姑对她承诺过 只要每天做家务就能得到一枚硬币 她没有拿赚来的硬币去买零食 而是小心翼翼地放进存钱罐里 但小珍也突然意识到 如果每天只放进去一枚硬币 装满存钱罐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 她注意到镇上的男孩很喜欢吃烤蚂蚱 所以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带着妹妹去草地里抓蚂蚱 把烤好的蚂蚱卖给镇上的男孩 一串蚂蚱卖一枚硬币 小珍一天就赚了十枚硬币 他们也认识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有时他们去找男孩玩 但男孩经常因为上学而不在家 他和妹妹都从首尔退学了 他只能带着妹妹去小镇里的学校闲逛 他怀念着以前的学校生活 也越来越期盼妈妈能回来把他接走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小珍每天依旧和妹妹一起去抓蚂蚱 他们存的硬币越来越多 他们期盼中和妈妈见面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妈妈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他们 小珍只能拜托镇上的大叔打电话给妈妈 他爆出当初妈妈留给他的号码 然而大叔却告诉他电话无人接听 回家后 一直没有哭的小珍突然哭了起来 他害怕妈妈留给他的号码是假的 害怕妈妈以后再也不会回来 姑姑会过来安慰他 递给他纸巾让他擦眼泪 小兵不明白姐姐为什么哭 年仅四岁的他也不会明白被遗弃的残酷 小兵每天都会去照料枯树枝 期待着树枝能发芽开花 这天小兵把玩着存钱罐 一枚硬币从罐子里掉了出来 小兵拿着硬币去买了一个包子 卖包子的奶奶招给他很多小面鹅的硬币 小兵回家后开心地吃着包子 小珍看到后生气的指责妹妹浪费了他们赚的钱 但看到小兵手里的很多枚小硬币后 小珍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把罐子里所有的大面鹅硬币拿了出来 去小卖部换成了很多小硬币 回家后 他们把换来的硬币全部放进罐子里 他们很开心 因为存钱罐终于存满了 小珍抱着存钱罐冲到屋外 朝着当初妈妈离开的公交站跑去 公交一趟接着一趟 每一趟都有人从后面下车 但是每一次 他们都没有看到妈妈从车上下来 就这样 他们在后车点一直等到了傍晚 他们很疑惑也很不解 疑惑着妈妈为什么没有回来 此时他们并不知道 有时候承诺不一定就等于现实 直到最后一班公交驶离车站 他们依然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 当天晚上姑姑告诉了他们一个消息 他们的妈妈来醒来 信里的内容是让姑姑把他们送走 妈妈没能力抚养两个孩子 也不会再给姑姑寄付养费 而妈妈最后的决定 是让姑姑把姐妹俩送到农村的父母那里 第二天姑姑收拾好行李 带着他们去了外公外婆所在的偏远农村 然而外公却不肯接纳小针和小鞭 和外公不同 做农活归来的外婆愿意收留他们 外婆说外面瓜风很冷 带着他们进了家门 在离开前 姑姑叮嘱他们要听外公外婆的话 小孩子很单纯 如果谁长久地陪伴他们 他们就会对谁产生感情和依赖 所以在姑姑离开时 小针和小鞭会依依不舍地对姑姑告别 之后 他们开始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常常出去做农活 也会把在山里摘来的野果分给两姐妹吃 他们会跟着外婆去田里 外婆也会耐心地教他们摘菜 外婆有时会盯着他们发出感叹 说他们长得很像自己的女儿 农村的时间仿佛过得很慢 他们也渐渐习惯了在这里的生活 外婆要去山里捡柴 姐妹两会跟在后面帮外婆推车 他们学着外婆的样子 把地上的枯树枝捡起来放进车里 当小推车装满树枝后 他们向来的时候那样帮外婆把车推回去 傍晚生活做饭时 外婆把红薯放进土造的灰尘里 红薯烤熟后 外婆就把一个红薯掰成两半分给他们 在吃红薯时 小针问外婆能不能给他们买过冬的鞋子 外婆答应了 说下次感激就带他们去买 但此时小兵突然注意到 外婆的鞋子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看着外婆破旧开裂的鞋子 小针心里隐约觉得 自己似乎不应该让外婆给他们买鞋 第二天阳光正好 外婆烧了一大盆热水 就在外婆让他们准备洗澡时 姐妹俩拿着存钱灌来到了外婆面前 这身袋印刷 这身袋印刷 这个袋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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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身袋印刷 这个袋印刷 这身袋印刷 这个袋印刷 我做什么 我钱 带回去 从事实地 我钱 你带回去 你的袋印刷 物是 是否会来接他们 小珍只能安慰妹妹 说妈妈一定会回来的 她们的妈妈会回来吗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她们的妈妈或许会在不久后回来 但也或许永远不会回来 小珍和小斌所能做的 只有在外婆的照顾下慢慢长大 而有关于小珍两姐妹的故事 也在电影的这一刻结束 这是上映于2008年的韩国电影 电影名为《无数之山》 这部电影没有主角嚎啕大哭的画面 也没有过多的展示苦难和不幸 它像一部真实的纪录片 记录着两个女孩留守在乡镇和农村的生活 小孩子不懂书写和表达 所以没有人知道孩子心里的情绪和感触 那些无人陪伴的孩子 他们的童年或许就像是一片荒芜的山坡 那些陪伴他们的人 就像他们种在山坡上的一棵树 那棵树如果还在 他们便有了依靠和希望 那棵树如果不在 他们就变成了一座没有树的山坡 此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此后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的内心是否一片荒芜